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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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金奖得主 世界金厨大赛全场总冠军 大师带来了特别对付苦瓜中苦味的好方法 以及口感底下的鸡肉 很快做出了一道齿椒凉瓜炒鸡球 同样是苦瓜和鸡肉为什么大师做得更好吃呢 苦瓜中的苦味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哪一部位的鸡肉最好吃 用什么好方法处理鸡肉可以炒出爽滑的口感呢 屈号大师都有哪些高招 屈大师做的这道齿椒凉瓜炒鸡球 用到了鸡腿肉而不是鸡胸肉 当然少不了苦瓜了 此外还有配色用的红椒 下面的原料您一定要记住 有蚝油 老抽和豆豉 好了 看看大师先怎样处理鸡肉吧 先把切这个鸡肉切成块 大师您说这个鸡腿肉和这个胸脯肉有什么区别呢 鸡腿肉呢它呢既含有这个鸡肉纤维 但是同时呢里头它有很多筋膜 那么这些筋膜受热以后呢 感觉呢吃嘴里头非常有嚼头 鸡胸肉呢就全是纯瘦肉 所以做出来呢很容易老 那吃嘴里呢就不如这鸡腿肉呢 这个吃着滑嫩 所谓鸡球呢 就是切成方丁 它一受热以后呢 形成一个跟球似的 大师您说这个鸡球和鸡片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鸡球呢它比较厚一点 就成熟时间稍微长一点 鸡片呢比较薄 成熟时间呢比较短 是这么一个区别 你片呢很容易老 吃着嘴里就容易柴了 控制不好 这样呢做完鸡球 它吃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比较滑嫩 把鸡肉切成球 而不是片 这只是大师防止鸡肉发财的第一招 徐大师用的第二招 就是给鸡肉穿衣服 也就是上浆 那么这时候这里头呢 放一点点 它加入了盐 糖和老抽 抓至均匀 但是要抓到什么程度合适呢 感觉这个有点粘手了 就是它里面的盐分 跟它起作用了 而且这个味道入进去了 感觉有点粘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加一点点淀粉 这个过程你一定要注意 要先放调味料 让它入味 抓均匀 感觉粘手了 证明它上劲了 不然的话 很水的情况下加淀粉 一会儿你炒的时候 这个淀粉还容易 做菜呀 一定要把什么 把锅一定烧热了 这就我们行话所说的 一定要热锅 凉油 这样呢 它做起来就不容易粘锅 如果是锅刚洗完 还带着水分呢 还凉着呢 就把油放下去了 一会儿一炒这鸡球 就很容易把锅了 现在我们看看 曲大师怎样来对付 苦瓜中的苦味 大师用到了五香 先炒香辣豆豉 然后炒香葱姜蒜 最后再炒香鸡肉 什么时候能放肉啊 葱姜的 蒜的香味出来了 然后可以把这鸡球 也就是颜色变了 颜色有点变得 有一点点焦黄了 但不能糊 千万不能糊 这样有了豆豉香 葱姜蒜香 以及肉香之五香之后 再苦的苦味 被香味覆盖了 肉感觉它挺 都说焯水 可以去掉苦瓜的苦味 但是大师并没有焯水 配料放下去 大师 您的苦瓜怎么不焯啊 对 其实呢苦瓜能成苦味的元素呢 是金鸡纳霜 这种金鸡纳霜呢 不容易水 所以你拿水根本给它焯不掉 它只容易酒精工 作为夏天 多吃点这种清香清苦的味道 对人体也更好 哦 原来焯水不去苦 吃苦有好处 但是我们不能只吃苦味啊 里面放点糖 盐 加一点点 因为本身 我们的豆豉就有它的苦味了 有它的咸味了 豆豉有它的咸味了 再加一点点蚝油 加一点老抽 加淀粉 把这些 这个收紧的这汁 来 这道菜就炒好了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 大师是用高招 帮助张阿姨 做出了好吃的苦瓜炒鸡肉 先看选料 张阿姨选用的是 含水量比较大容易炒老的鸡胸肉 而大师选用的是 含有脂肪和纤维 口感好的鸡腿肉 对鸡肉的处理方法也不同 张阿姨直接炒肉 而大师给鸡肉穿衣服 也就是上浆 它加入了盐 糖和老抽 抓至首发年之后 再给鸡肉穿上了一层衣服 也就是淀粉 处理苦瓜的苦味 张阿姨是焯水 但是苦味 素筋筋大霜不容于水 焯水不起作用 所以徐大师用遮盖法 就是炒香 豆豉 葱姜 蒜和鸡肉 用着五香去遮盖住苦味 又保存了苦味中的营养物质 总结一下 处理鸡肉的口诀是 先加后抓 手黏滑 最后再把淀粉加 处理口味的口诀是 苦瓜不用开水烫 筋鸡纳霜 把温酱 豆豉 葱姜 兜边香 遮住苦味 更营养 这些口诀您记住了吗 您做那个鸡胸肉 然后口味就难以了 对啊 那您看我这一做 就不好吃 就发财了 加了蚝油了 加了老抽了 加了糖了 葱姜蒜下去 这味道就融合起来了 有时间呢 您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我说 那不能少麻烦您 那不应该呢 烹饪烦恼您别怕 美食顾问到您家 今天呢 这位观众朋友 可能是非常满意了 那么电视机器的您 在厨房里如果遇到了 这样那样的小麻烦 小难题 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我们每周日 请一位美食专家 和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给您辅导 当然了 我们也是互相交流 怎么样 明天早上 老时间 老地方 老朋友 天天饮食 不见不散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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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